大家好 肾脏是除了肝脏之外 另一个重要的排毒器材 它通过形成尿液带着在体内残存的毒素垃圾 肾脏是一带受损 在人体正常的排毒系统就会受到影响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肾好的人睡前的四个习惯 第一是睡前不憋尿 肾脏主要就是通过尿液来排出在人体中的毒素 睡前如果尿液堆积在体内 久而久之膀胱压力过大 就会造成尿液的回流 给肾脏造成损害 所以想要肾脏好 一定要在睡前及时排进尿液 第二睡前不要吃太咸 过咸的食物会给肾脏造成负担 而睡前如果进食一些过咸的食物 就会影响肾脏中水液的代谢能力及浓度 影响正常的代谢活动 肾脏长时间得不到这个睡液的滋养 就会影响其正常的生理功能 第三是睡前不吃药 俗话说是要三分毒 药物的毒素大部分会存在于肝脏当中 而部分肝脏来不及分解的毒素会流经肾脏 经过肾脏的尿液排出体外 当肾脏中的毒素无法及时排出时 这些物质就会损害肾脏球的滤过功能 导致肾脏的损伤 第四睡前不喝酒 我们都知道喝酒伤肝 但其实对于肾脏也是有损害的 酒精会影响肾脏中的氮的平衡 血液中的尿素氮含量会增高 从而影响肾脏球的过滤 危害身体健康 肾脏除了负责人体毒素的排出之外 还有调节血压 平衡身体内部的作用 所以以上这四种习惯一定要避免 平时多运动养成良好的身体习惯 保护身体健康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可以点赞留言告诉我 我是刘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